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視台灣學堂 在上一季最後的節目裡頭 我們跟各位介紹到兩位 就是蔡阿信跟謝雪鴻 那這兩位呢 其實是台灣教育體制外的女性精英 而在這一季新的 教科書外的台灣史裡頭 我們將要率先介紹到 體制內的兩位精英 包含陳靖跟楊謙賀 那我們首先要介紹的 就是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靖 那麻煩薛老師 是 我想剛剛 我剛剛彥琦講得很清楚 這個所謂體制外的意思指的是 不是日本在台灣建立的 教育體制的正常 我們知道蔡阿信是長老教育系統 才不會的女性精英 謝雪鴻在台灣 基本上沒有合作體制來學 所以典型是體制外的長成 陳靖就不一樣了 我們一定要了解 在這個日本世代的 台灣教育系統裡面 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慢慢開始有公教育 一百九百年開始有 所以有這個公教育這個系統 所以女性有比較理想的 接受教育的可能 然後就是說它整個校體制設立 可以一路往上升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就是 透過這個日本的體制外的校 在那個時代裡面 它也引進到西方近代的文化 所以包括這個文化也好 還是說這個美術也好 音樂也好 其實都有提供這個體制來的教育 所以他今天要講這個陳靖來講就好了 他其實往藝術方面發展 一開始也從體制內受的教育開始 他爸爸陳靖是好的人 他是算是長長 所以他家的環境好 所以他就能說 出來的進一步 因為他們老爸嫁婦 嫁婦生的這個公教育 香山公學校 他剛年紀到要就學 他就進入香山公學校就讀 我們也了解 在那個時候 其實雖然說六歲入學 很多人都年紀再長的入學 其實成績也一樣 他比以後就考慮在第三個路 第三個路就是現在的中山 如歌 他在這個學校裡面 因為他就學習到 他的美術老師叫做 香圓古童 香圓教授 不想考慮去日本生造 其實很多人 那時候的時代 去本流行 都是老師鼓勵的 像丹野雄 宜蘭的陳奕松 也學校的老師說 好好好 他怎麼進去 他從學校畢業後就直接去讀中學 中學就讀高等學校 然後進東京大學 所以他整個教學系統 整個都在日本 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 去日本後 他考進去東京女子美術學校 進入東洋畫部高等示範科 看著資料就知道 你覺得美術老師培養的歷程 應該是這樣說的 但是他去體驗的時候 因為是學畫 學畫的一早就有這個表現了 但是對他來說 藝術的追求是重點 所以 那個時代時尚十分 其實不是這個時代 在日本人的社會 十分是很正常的 我記得前兩年 我記得在日本看的外國 我外國在說他的孫子 這大人比起來就能給我結婚了 對於人來說 這是正常的 但是你要追求 藝術或學術的發展的女性 相對於就比較困難 更何況在那個時代 是二次大戰以前的時代 所以對陳靖來說 其實要跟四十分才結婚 所以對於人來說 追求藝術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結婚這種可能 白婦很關心的事情 剛才說沒那麼重要 但是除了中沒說 但是在想 如果不是白婦 家裡的長輩的榮人 你要不要放在心上 是另外一件事 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要說 他叫二七年 我們剛才說 他二五年在日本 跟二七年 陳靖就 他的畫就入選 台灣美術戰爭會 這是很重要的 什麼叫入選 大家可能沒什麼料理 就是你要想 想這個畫能夠被收進去 每一展就要經過審查的啦 那時候陳靖 他有幾個重要的畫碼 我們知道 資、因素跟那個招 這個是入選 這個台灣美術戰爭會 你不要忘記 這就是日本的地方而已 所以其實 他很年輕嘛 所以人家說 他跟郭學弗 因為郭學弗是松貨揮拳 跟林毅三那個大南門跟水牛 稱作台展三少年 一般這樣說 因為畫大部分是東洋畫 所以又叫做東洋畫三少年 就是說他們被注意到這件事情 這時候 我們要理解台灣美術戰爭會 是台灣教育會 去學東京日本 帝國美術的 帝國美術院戰爭會來成立 這引進到台灣來 所以他的畫作在台灣之中 這麼年輕就收到中心 對他來講 他還不是以這樣就滿意 所以接著到第二年 他的作品也分 就入選了第二屆 台灣美術戰爭會 而且得到特選 那時候他才不會比 他一定要跟一級二級二三回合 他才比拼 比拼後呢 繼續從事這個美術的學習 包括在日本 他跟著這個山川秀峰繼續學 然後他的秋生 那就得到什麼 第三屆台灣美術戰爭 免審查的特選 當你一定有知名度之後 你很多作品 免審就能展覽 免審就能展覽 這就是代表你有成功 等到他在二級二、三級二、三級二 他還有新的作品 落日和齊勤這些東西 再得到 第四屆台灣美術戰爭會的特選 那以後就要列為推薦級的免審查 以後都查到免審查 我們要了解 陳靖的畫是東洋畫 跟他一樣在這個時代 台展民審查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西洋畫是廖紀春 這應該這樣說 而且他們後來呢 很快就同時在第六屆 就被邀請擔任台展的審查委員 請要注意喔 所以這不是說年輕人成名 當然後來戰後 在台展三少年展的時候 歐巴桑年就很多歲了 不過名稱還是三少年 三少年是歷史的記憶 我想可以這樣說 1932年 我們說的這個當年第六屆台展的審查委員 我們要了解 那時候台展 很重要的這個 很重要的這個 展覽的會館 就叫今天的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是 所以其實在 正年開始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就持續都有做畫展 這等於是去延續 日本時代 這個建築物的歷史傳承 當然大部分的畫展要嘛就是 畫受難者時代的文化 那些文化的狀況 也有一些畫是寫有關描述二二八的話 都有 我想這是跟大家說明的 那第六屆擔任審查委員 第七屆就繼續擔任 那更重要的是 在三十四 一九三四年 曾經二十八歲的時候 他用他的這個 姊姊 他用他的姊姊 那 作為這個模特兒 那 畫那個演奏 兩個女性的演奏 那 入選了日本的地展 她是台灣第一位 入選日本地展的女作家 那當時呢 日本輿論上是稱她作 南洋的女天才 那這同步入選的有一個人 她在我們出面 我們都說廖紀春嘛 第二的是誰 陳陳波 李石橋 而且他在美術史上都是 可以說非常有生意的人 相對於陳靜因為是女性 其實說話在在美術史過期的記載裡面 相對一開始沒有那麼明顯被注意到 我想這是一個事情 關於這個合奏這幅畫 我覺得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 合奏這幅畫當時的報導說什麼 這幅畫是地方色彩 就像大家都說國際化 如果地方是不太好 很老闆的 但是陳靜說得很好 他說 他說 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誰不愛自己生長的故鄉呢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換句話說 他就是畫有台灣特色的畫 然後才能夠去跟日本的畫壇的競爭 我認為這幅畫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是說只是成為一個好的偉大的畫家 他把自己的故鄉的文化等等 同時透過他的畫 進行了文化的交流 進入日本主流的畫壇 我認為這幅畫也值得我們今天再思考 國際化結純的強大的力量 來自於在地化的生根 這件事 我覺得以他話來講也是很重要的 陳靜這樣的表現之後 大家沒有忘記嗎 他讀的是師範 所以回到他去屏東高等女子學校教書 他可能沒有教很多年 這是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陳靜在屏東高等女子學校教書的時候 讓他完成了非常著名的 三地門排灣族原住民生活那一屋 重要的畫作 因為剛剛在講 包括原住民的畫都是在地 原住民的文化是臺灣文化非常重要的素材 所以陳靜在屏東高等女子學校園這些東西 這我太想念了 但是就是因為陳靜這麼出名 結果大家在屏東高等女子學校 他覺得陳靜是真的是大財小用 對陳靜來說 其實也要想一想就是 這樣的時候 他的美術的生涯會怎麼樣 我自己的感覺 抱歉 可能偏見 我覺得陳靜在屏東這三年 他們有白費 這三年他教我都可以畫出那麼重要的巨著 他要介紹接地氣 接到屏東的地氣 然後把這個在地原住民的素材 變成他的畫的一部分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馬尚在1936年30歲的時候 他又有一副新的畫作叫化妝 又入選當年春季的日本的地產 對陳靜來講 當然這都是很大的肯定 好 老師在節目之初 幫我們從他的附加生活 然後一直到他如何留學東洋 以至於就回到台灣的發展 在他所謂的這一些傑出的作品之下 我們怎麼去看他是真的單打獨鬥呢 還是他有跟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們 有組成一些其他的組織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教科書外的台灣史 在上一段節目的最後 我們曾經有提到說 陳靜在台灣他的整個生涯的發展 難道是單打獨鬥嗎 但其實他在1930年 也就是24歲的時候 有參與一個叫做沾潭社的畫社的成立 他與同時跟他被稱作東洋畫三少年的 林玉山 還有郭雪狐 還有潘春園 跟林東令等五個人 然後結合了日本來的畫家 比方說香圓古筒 還有木下靜芽等六個人 他們總共11個人成立了所謂的沾潭社 每年開畫展一次 不過我想更重要的也就是 他在同年加入了台陽美協 至於台陽美協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老師可以幫我們再多做解釋 我想台陽是台灣美術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傳承 當然陳靜自己說 他覺得成立這個新的藝術團體 有反抗的思想 但是問題不再反抗思想這件事情而已 而是說他成立這個團體 是大家能幫他做頭 大家能幫他做頭 所以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台陽它跨越的時代 跟戰鬧繼續在台灣畫壇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如果當初沒有台陽 等到戰鬧之後 那台灣本土的畫家是不是有機會 有一個團體的發展 那可能就不見得了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像陳靜來講 它是東洋化啊 一直輸我一輸四輸OK啊 等到49年以後 那個東洋化 交彩化可能就被批判啊 為什麼遭到官方或主流批判的時候 能夠繼續延續 這台陽本身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居住 所以每年的台陽每一盞就是一件事 是 那老師如果這樣子的話 回到他在屏東的教書生涯 那後來他有繼續教下去嗎 還是說因為童孝老師的一些鼓勵 他在完成山地門的這一幅劇作之後的發展 又是如何 可以這樣說就是說 從他來講 我們剛才也發明大家看嘛 那個藝術是他的生命啊 如果他從他來講 在那個地方是不是 當然我們說過 三地門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畫 他在入選新聞展嘛 就是文部省美術展覽會嘛 戰後稱作日展 延續到今天 所以當然很重要 問題就是說 從他來講 在屏東的這個地方 包括畫友上面的聯繫什麼都不方便 所以他還沒有離開嘛 離開之後呢 他先回來新町香山嘛 繼續畫畫 接著就到日本去了 去日本 去日本之後我們就看 可以說幾乎每年啊 都有新的畫作 可以說來在日本這個畫壇 繼續發亮發光啦 其實我們也了解 一直到1945年 其實他已經得到了 可能可以得到地展的審查委員 但是我們也知道 1945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代 這個時候 陳靜選擇回到台灣 那是39歲了 所以他到1946年40歲 他跟蕭正琼先生結婚 是 這是高齡了 但更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1950年的生孩子 大家這典型的 我們現在說這樣也高齡產婦 那個時候更是高齡產婦 所以對陳靜來說很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做媽媽 所以他暫停畫作 所以一生五孔到一生五五年 是陳靜在整個繪畫生涯中 難得的空窗期 孩子要再討論一下 我們說陳靜是1955年 重新畫這個安民城 安民城在我們前面的新娘做主題 完成《洞皇》這一部作品 這個作品在日本入選 《第十世的全國美展》 1958年 我們這個事情對陳靜說很重要 為什麼他在台北中山東 舉行第一次各展 這是台灣女化間首次的各展 等到1958年離陳靜成名 等於整十年以後 而且作品數量非常的多 有六十多件這樣的作品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們說的台展三少年 對不對 所以陳靜一邊繼續畫 然後他在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畫作 他自己智慧出版的陳靜畫作 其實流傳的不廣 他主要是紀念性質 非賣品為主 所以 但是非常重要 然後等到接著呢 他繼續有機會繼續畫展 包括他跟台展三少年 他再扮一個三個人的連展 跟陳靜都已經是超級歐巴桑 你已經八十三歲了 是啊 你看到這個年紀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陳靜因為生兒子 他兒子後生兒子 生兒子 他這個變成陳靜重要的繪畫來源 所以我們知道這就是用生命 他把生命的經驗來錄畫 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注意說 對陳靜來說 他就有八十回顧展 接著就台展三少年特展 接著又跟日本實在 共同成名人進行連展 接著他的東西要塑進去 台灣美術全集裡面 所以我們了解說 對陳靜來說 真的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美術家 而且這個美術家來說 是描寫人間的 不是說空泛的 大家如果了解在前後 整個美術家裡 也曾經經過 浸泡海浪的過程中 我們對陳靜在美術家的共鮮 兩個人一直這樣畫下來 我相信很重要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 陳靜成為日本時代 這成為偉大作家的重要原因 就是台灣是陳靜創作的權言 那用他自己的努力 那麼在一個女性相對保守的時代 那麼用東洋畫留下歷史重要的一頁 延續到戰吼 是 謝謝老師 幫我們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結尾 那縱觀陳靜的一生 他所有的創作的來源 其實都是基於台灣的本土意識 作為發展 那也從女性的角度去看 如何成為一個畫家 那他的自身如何是被關照的 今天教科書外的台灣史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的